江西身上还有哪些外地人不知道的秘密 江西老表有多能说粉 江西为何被称为最没存在感的事 提起武夷山 好多人就把它跟福建直接画点号 其实武夷山是福建的 也是江西的 武夷山位于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 江西境内的武夷山 还成了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遗产 古书池里的横看城陵侧城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飞龙池下三千尺 仪式银河落九天 人间四月方飞尽 三死桃花始盛开 都写的是江西的庐山 江西庐山是古代文人最爱的山 曾吸引了三千五百多位诗人来打卡 在这一块是绝对的记录保持者 江西庐山深受全国文人的青睐 江西的本主才子也十分给力 历史上的江西文人大名鼎鼎 有朝市办江西的说法 语文考题有相当一大部分 是江西才子贡献的 曹元明 欧阳兄 王安石 真公 杨万里 黄亭坚 江西人口四千五百多万 排不进前十 可历史上的江西一直是数得着的人口大手 不明的移民活动 江西田湖广就是在江西发起的 今年好多湖南湖北的老铁祖籍江西 亲人见面分外眼红 一来二去就有了江西老表的称呼 历史上的江西曾富甲一发 富税这一块和浙江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从南宋开始 江西就一直是稳居全国前三的存在 江西是烟花的制造重罪 有朋友肯定讲话了 不对啊 湖南流阳不才是花炮制造的宇宙中心吗 请记住江西万载县这个名字 它跟湖南流阳县是实力相当的存在 两地是邻居首有名的花炮之乡 江西是全国米粉销量最大的省份之一 江西老表每天能吃掉 一千到一千两百吨的鲜米粉 光南昌老表一天都要吃掉一百吨 论吃辣功利江西登层造极 被网友评为最能吃辣的省 我突然有个发现 江西填湖广 再有湖广填西南 江西的辣味先从江西到湖广 从湖广再到川瑜云贵 江西才是我们中国人吃辣的宇宙中心 学术大发现 这期格局上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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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